大家好,我是刘东,今年25岁,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金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在这之前呢,我是一名创业者,有幸加入到了我父亲的创业团队,担任销售部的经理 今天呢,我来到菲林莫属,我想应聘的职位是销售和管理工作的职位,谢谢 谢谢 刚走了一痘痘,现在来了一咚咚 来,你的推荐理由 刘东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人,他在读书的时候做过架子鼓,轮滑,多种这样的兴趣爱好,并且招了20多个徒弟 然后呢,他的音频宣言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我很喜欢这句话 然后我认为他身上的这种爱折腾的特质,跟他今天的求职方向销售,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我推荐他 他的音频宣言很有意思,他的音频宣言是掐指一算,你命里缺我 刘东有一个标签是多才多艺的文艺男青年 可能有一点点酸,但是我的生活确实文艺且清新一些 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架子鼓,然后在我初二的时候举办了我们乐队的第一场演唱会 虽然只有两百个人,但我觉得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 直到以后,我接触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这个是什么呢,是cosplay 我演的话基本上都是头号大坏蛋 你摆一个典型的形象,我看看 听说你在cosplay演坏蛋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女朋友 对,因为坏蛋在所有的演劇中都是比较有魅力的 事实声明,女人就是喜欢坏蛋 对 后来你说你在自己家企业的时候销售 对,销售 就是父亲也是比较一个爱折腾的人 就是走南闯北的 最终就是决定在北京,然后我们打算做一个项目 刚好我们有个项目呢,就是减肥 我们有个技术就想做一下这个,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其实起步是挺难的,刚一开始说话都感觉自己在抖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交流说的是什么 直接说你拉过什么大单,什么成绩 最大的单吧,可能是拉了一个贴牌加工的单,然后一年是一百万 那你干的还可以啊,你在家族企业干就行了,你干嘛出来找工作啊 我现在公司已经逐步走上正轨了,一些方面已经不需要 就说我非得留在这,非我不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走出来这个平台 去寻找一个更大更广阔的,闯荡属于我自己的一片事业 可是这个我还是不太理解 因为如果你跟你父亲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的话 并不影响你飞翔啊 你有了一个自己可以说了算的舞台 而且这个支持者是你老爹,对吧 你想实现任何梦想都可以 你可以比在普通企业里飞得更远 我老爹也是一个控制欲比较强 那也就是说本质上还是你们有经营上的分歧矛盾是吧 是,我们的理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而且在家里相处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触 可能就是说父亲和儿子之间就是天然的一种那种关系 因为在教育上来说,它是争夺话语权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孩子 你注意说话的一个方式,我发现你 你很容易说着说着变成演讲 不好意思 很容易用第三方语言 就说父子之间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你自己的事 刘东,说一个话,你别不爱听 但是在我们看的这个简历里面 你看你前面的岗位都是3K,4K 只有在你父亲的公司工作你才拿到8K的薪水 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个涨幅是非常高的 就是会让我们这种人有一种明显的怀疑 就是你当这个销售经理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拿到很高的薪水 跟你的父亲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也很好解读嘛 平时上大学给点零花钱 现在把零花钱跟工资加一块了 所以就显得多了嘛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你父亲给你的钱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是肉烂在锅里 有的时候还不给孩子钱 有的时候就给很多 其实并没有一个市场的考量 但是你其实是以你父亲过去给你的工资 来对企业的老板做要求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 你过去由4K变成8K 你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我是销售部的经理 我带团团出去招商 就说我这个工资是8000 是加过提升之后的 不是说底薪是8000 我想问一下 就在你父亲的公司里面 合理差不多的人 他们拿多少钱工资 他们稍微因为我是经理嘛 就是说稍微高一点点 他们也比我低个1000多左右 其实不用探讨这8000值不值 因为一旦听说 咱们大家的尝试 听说是老子的企业 基本上就不会太考虑这工资的真实性了 矛盾还是在你跟你 你为什么离开你父亲那儿 对吧 你作为一个准富二代 你的父亲跟你之间到底什么理念不同 你非要离开 在很多方向性的问题上 是我父亲对 但很多就是说 有一些问题上还是我对 哪些问题是你对 就是说你对的事吧 就比如说 我说产品定位这方面 因为我父亲之前做的是 就是万用药产品 一直是在做小产品 一直在用小产品的思路 在经营这个 就是大这个产品 本来想做一个定位 就价格都很高的一个产品 刘东我要提醒你 你现在说话有点满 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 刚才陈昊问你 哪些问题 父亲是对的 然后你讲说 跟战略相关的 产品方向相关的问题 父亲都是对的 然后陈昊又问你 哪些方面你认为你是对的 然后你就说产品的定位 你又是对的 到底难道一个产品的定位 这个东西 是个小事吗 对啊 我就搞不懂了 你听起来 这个话听起来都特别的流畅 但是其实内在有很多 前后矛盾的地方 我提醒你注意 好的 谢谢 刘东那你能不能说 一个最具体的 你们俩就是意见分歧 最大的事 可能这样我们更容易理解 就比如说做网站吧 我父亲就想做一个 就是综合性一类型的网站 就是说比如说它是 企业官方一个宣传的网站 然后又是一个 购物的一个网站 大而全 你想做什么 我不想这样做 我能不能做 小而精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做 一个购物的一个东西 就把购物的东西 完完全全做到最新 最细 最小 然后把它推出去 这样可不可以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 这和你前面说的又矛盾 其实你在这里面 我能够感觉出来 你是有一定的 战略性思维的 而你父亲却没有 但是此前你是说 你的父亲战略比你好 你的细节比较好 刘东 你回答一下 这两个网站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对 一个是大而全 大而全和垂直 有什么不一样 大而全什么意思 具体 什么叫大而全 什么叫垂直细分 我说大而全 更注重一个品牌的一个推广 是在搜到一个品牌 一个形象 而小而今呢 主要做 先是原始资本经理 先把它卖得出去 小而今 市场细分 我就抓这块资源 我就用我现在仅有的 比如我只有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哪怕再细 再小 你也应该要强调一个品牌 如果说你的所谓的细 连细到连一个品牌 都没有的话 我收回刚才对你的表扬 说你是有战略性思维 你根本没有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太快了 没有听清楚 这个各种答案 所以整个思路就被捞 就被混了 我的脑袋 完全当时是一团浆糊 我给你讲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把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东西 拿在一起比 也爹做那个不叫大而全 它是一个品牌网站 你想做的那个 可能是一个销售类的 不是 我觉得 他跟他爹谁都没对 因为咱们都被他绕进去 你首先你爹做过网站吗 没做过吧 没有 你做过吗 没有 对啊 俩都没做过的 你说他们俩谁对谁错 有意义吗 对不对 咱也挺无聊的 我就有这种 你猜 我就没说话 我不是最后总结一下 就回答问题回答得太快了 你不用回答得那么快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六盏灯 给大家带来三样很神奇的东西 来 向分享给大家 首先 这是我的第一个秘诀 大家看着黄黄的对不对 这东西它能干什么呢 我现在好像感觉我在超市里面 在商场里面 不是 我讲的这个不是推销一个东西 我只是讲了一个平常咱们每个人都可能 说你的口气像那样 刘东 刘东 我建议你把这个环节当作 假设你是个产品的销售 你把这个产品呢 卖给在场的老板吗 对 你要他销售 看他不是买 你想卖谁卖谁 OK 我这一瓶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能让你的血糖 你没有听懂刚才段东老师给你的建议吗 你先要挑一个你的目标消费者 目标用户 然后把东西直接卖给他 不要演讲 好 好 你现在就把这个 你好 减肥药卖给我 用一套方式跟我交流 然后卖给我就可以 我这瓶东西咱们平常是怎么吃饱呢 就是说首先大脑神经可能感觉到你吃饱了 咱们平常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要说矽脚慢咽呢 因为脚是一个过程 食物到胃力以后 它有一个吸收的过程 你连招呼都不跟他打一个吗 我发现你真的是嘴太快 脑子不动 好些事 刚才就想问那个什么网站的事 问了四五遍 答非所问 这已经说了两次了 说卖给其中的一位老板 你还在演讲 对不起 现在是一对一的销售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一个销售 我在台上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首先就是说 我当时那段那个精神状态 已经完全属于崩溃 满心就是不知道在 整个脑袋在漫无目的地的飘 平常就是说 你觉得体重这块感觉怎么样 还行 感觉还行吧 还行 这边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口味是类似于胡萝卜汁的味道 饭前车一点 血糖迅速给你升高一点 你这时候你吃的时候 你感觉一大脑身心觉得 你已经三分饱了 再吃一点就可以了 但这有个本质前提要界定 你这是保健食品还是保健药品 饮料 只是营养食品 对 我要说的是不是喝胡萝卜汁 其实我们要饭前吃一点胡萝卜泥 胡萝卜都不可以 因为胡萝卜到位里 你不觉得你在表达能力上面 有很大的问题吗 你绕了一大圈 就是告诉别人 所以你到底要推销什么呢 他拿了一瓶胡萝卜汁 他说他来卖胡萝卜泥 他拿了一瓶胡萝卜汁 他告诉你 其实他想告诉你胡萝卜泥更好 不是 主要是吃了胡萝卜泥之后就不用他这胡萝卜汁 你这会不急 问一下 你到底卖什么 我之前是 你刚才在卖什么 胡萝卜汁 卖胡萝卜汁 对 这个胡萝卜汁就是胡萝卜汁 还只是你们那种产品的胡萝卜汁 不是 但是你刚才跟我说 胡萝卜汁没有用 只有胡萝卜泥才有用啊 其实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来源于段东 把他刚开始准备的一个小活动 演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销售 结果他角色就没有切换过来 他一直在卖东西 但是一直角色还在刚才 他自己要展示的那个小活动里面 段东老师其实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来证明你的销售能力 你今天去找销售的工作 但是你依然还是在减肥那儿 所以我就开始怀疑 那你的第一焦点到底是什么 是来宣传你的减肥理念吗 我觉得刘东根本就不是来找工作的 他是来刷广告的 要么就是推销他自己 要么就是推销他的品牌 我觉得他并没有一个 很真诚的诚意来找工作 刘东到目前为止 你基本上表现平平 很快就要到最后灭灯了 你怎么给自己拉了票 让大家尽量地多留灯给你 你难道要放弃你最后的一个机会 作为一个销售经理 我选择沉默是因为我在思考 我在努力去思考 我在把我这个已经根本转不动的大脑 再拼命去运转 看看我还有什么能够诉说的地方 我当时已经真的崩溃了 学会闭嘴的是件好事 但是也别闭太久 来吧 振奋精神 首先 我学习能力强 我有这么多才多艺 为什么 因为我肯学 我能学 我感兴趣的事情 我一定能做好 这没问题 好 第一 我肯学 第二点 我适应能力强 无论到什么环境中 无论到哪个专业 去哪个地方 只要让我干 我一定能干好 好 适应能力强 第三 我能坚持 无论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做上去 一定不管成不成功 不管我来到分界莫属 能不能进行平台工作 我敢来到这里 并且把我的心中想法说出来 我觉得我能坚持就能成功 好 在学生受到质疑的时候 这个用一些感性的方法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能够喊口号 那样会适得起来 你们还鼓掌 这样的大口号你们不会说吗 所以我觉得再给你 第二条我问你一下 在任何地方 任何岗位 任何职务 你都能做 你到我们那儿做律师试试 给了太多机会了 我很后悔今天刘家勇 为什么没有在这儿 刚才他说的那三句话 刘家勇一定喜欢听 你能 是吧 大而空的口号谁都会喊 我不能再给你机会了 我给你的一次又一次机会了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两下留灯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 谈钱不商感情 来 提供一下池蔚 罗敏 我特想问一下风景 你留下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对师范大学 毕业的孩子还是会有种 独特的角度去看他 因为他本身是学老实的 所以他很愿意讲 给他一个职位 来进入深圳的职场 来锻炼也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啊 CVG给你留的岗位 是营运助理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销售 工作地点是全国各个城市 都可以 可以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去分期 或者是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不早就知道吗 来 说一下理由吧 我觉得 还是跟我找的方向 我觉得不太 这个 方向 我其实我来是想 托五八同城的 你开始没说啊 你一直都没说啊 我可以认为你现在说的 这个找五八同城 是个理由吗 那个刘东 其实你给我 他们的一个好印象 就是你还比较诚实 你别最后把这个诚实的 这个优点都丢掉了 其实我是真心实意 来找工作的 只是我今天的表现 实在是太差了 对啊 我发现他去过 开心之典啊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 你去过很多电视节目的 你是喜欢在电视台秀吗 我喜欢在我 那这次秀砸了 这次真的 是这样吧 刘东我跟你说两句话啊 第一个我不建议你 现在再去做销售 因为你可以让人觉得 你是跑火车 不靠谱 不值得信任 第二个我要告诉你 你进入社会之后 你说的每句话 首先别人面对你的时候 第一选择的是信任 要尊重这个信任 当第一次信任 开始崩塌之后 以后你再要重建非常难 对不起 可能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谢谢啊 你耽误的时间 还真的挺多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对你基本上只有 祝你幸福 好 无话可说 好 加油 谢谢你